阿羊哥 你来看呀 这只小鹦鹉 竟然长出了一只眼睛在周围飘 什么 鹦鹉的眼珠子飞出来了 小月 你也跟着胡闹 那个标志的意思是 这个动物正在看着你 知道吗 哦 原来是这样 好了好了 去找你的龙哥吧 他说不定就在这里面呢 哦 神奇的临终废墟 把那什么龙哥给我交出来吧 阿羊哥真好 你去帮我找龙哥 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我能帮上忙到 一定还我 啊 我去 谁把我自动跳跃给开了呀 阿羊 哦 还好这下面的小张石拿的是块断牌 没什么进攻性 阿羊哥 我来也 哎 走开走开 挡着我挖钻石了 嗯 钻石后面怎么还有红石线路啊 难道说这地方 阿羊哥 我来帮你挖钻石啊 别过来 啊 宝宝 一路走好 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你俩是憨批嘛 我看你俩这只商是亲兄妹还差不多呀 那亲不亲的 得看我岳阿姨同意不是 你 别说了 多亏了包包这小憨户 就在这儿等他回来吧 真是笑死我了 你们怎么都出来了呀 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 太阳都落伤了好吗 这不就有一个新的遗迹吗 好 那就去这下面看看有没有你龙哥吧 好 没问题 哥 你在吗 龙哥 你在的话就回应我一下可以吗 笨蛋包包 你把这对怪物都吵醒了 可是 可是我龙哥不是有可能在里面吗 行吧 话说这些史莱姆为什么会掉墨影珍珠啊 活见鬼了 墨影珍珠 你想要吗 想要的话 等我找到龙哥以后 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什么意思啊 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呀 墨影珍珠批发商 这 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了 我包包说到做到好吗 好 就冲你这句话 你龙哥我包定了 包包 快走 这里没有你龙哥 我身上的火也要用光了 好 我马上出来 看来必须要回家补给一趟才行 包包 你知道这东西是干什么的吗 我在箱子里找到的 这是个保护照吗 哎 你们俩聊什么呢 这东西都不知道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哎呀 笨蛋 这东西是帮你们建造房屋的 这些白色的方块就是告诉你 你手里的木头和石头要往哪里放 懂吗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这玩意叫做建筑指导仪 这东西应该还可以改变建筑的房屋样式 你看能不能换个小点的 给包包造一个房子出来吧 哇 我也可以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了吗 那你们先慢慢研究着啊 我要制作这个背包需要用到仙人掌的染绿色才能合成 我去找仙人掌了 正好我也要出一趟门 嗯 你要去哪啊 我告诉你 小秘密